她对我的一种注目 过去我可以不理她 那现在她发现 她的注意力里面 慢慢转移到别人身上 你不觉得吗 她回来以后 我回来 怎么在镜子里面弄了 我半天还在照镜子 轻轻的再来一次 再演一次 故意把门打开 然后砰 我回来了 你知道了吧 所以她就很自然 平常就是说 门一关 我回来 妈妈就急忙到厨房里面去 做很好吃的那个菜 最起码要弄个晚餐 什么餐的 给儿子吃嘛 现在门关了那么大声 她也不出来啊 就表示越来越疏离 所以她有一点惶恐 那天她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决定 把这个男人 把她给怎么样 给她除掉 如果有机会的话 因为看到她 你刚好在那个地方 其实那一个场 那个镜头里面拍得不好 那个镜头拍得不好 什么意思呢 如果就戏论戏的话 这个男人怎么会没发现她 都没发现 所以如果说 她是在下面 然后如果说有一颗大石头的话 她从上面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她没看见她 那最后她 她离开了 她发现下面有一条 她跳下来 然后来暴雨 那这样的话 镜头上会显得比较怎么样 比较活泼一点 就是我们就戏论戏了 我们想说 那种所谓的导演的一种 调度的问题 这个叫做场面调度 所以很显然 她这个地方里面 没有整理得很好 因为你想想看 在那个大的草丛当中里面 那个戏式上是很难拍的 坦白讲 你要右转左转 右转左转 然后要去让这个角色里面 并位 你看看你在走路 你一定会有声音嘛 那这个拿枪的 后面有声音 她怎么会没发现 所以这些人 都是有盲点 所以这部戏里面 我觉得这地方 事实上是 重新里面可以去上演 而且那一条鱼 为什么都不动 然后等着那边 她去把他抓上来 这个也动作 是必须要去重新去考量的 后面的话 这一条鱼 比不上一只鸭子 就是野燕 她已经用类箱里面 打了一只鸭 送给她 太好了 我们今天加菜 是一只燕子 你那一条鱼 我那一条鱼 其实还蛮大 它真的还蛮大 所以有的地方里面一钓 像那种鱼 这种鰻鱼 类似鰻鱼的那种链 很大 听说有的人都吃的 都是那种比较脏的东西 所以那种野生的东西 如果是野生的 她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吃的 什么东西 像那个鰻鱼 像鰻鱼有的 大陆的鰻鱼很大 那几乎什么 虎食的肉啊 什么东西都吃 所以那个 大陆的鰻鱼 那么大 她不能吃 因为吃的东西很可怕 你不知道她吃了什么东西 这个就有一点点 我没看过那么大的 她身高如果是的话 那三分之二 她是什么 连尾巴 她以为这条鱼回去 就可以获得慢慢的欢心 结果她抱着鱼 妈妈抱着鸭子 所以一看 这相较之下 我差很多 那整个人就垮了 就垮了 事实上 约瑟乎里面我们要讲说 她这个人是不善交际的 或者是说 在这个这一段的 二十岁里面的一种 生命历史 因为导演里面最早 去思考这部影片的时候 就是思考出 这个叶瑟乎这个人 就二十岁左右这个人 她第一 她身体有缺陷 第一 你有杨天天 你有杨天天 然后你就不能当兵 那不能当兵 被警察 其实在那当下里面 她有机会去认识一个女孩 导演可以让这个角色 女的出现 这个出现里面 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女的其实将来就是 可能啊 可能是她老婆了 可能是她老婆 然后在这边 就又故意让她见面 可是这是 失失交配的 因为她突然发现 我的检查 你们根本过不了关 所以她非常沮丧 你还跟人家约了 最起码你跟她讲一下吧 照理说 你跟她约了 下午四点钟见面 而且你主动提出的 所以耶稣屋里面 这个角色里面 她自己在导演在塑造的时候 导演塑造成为 是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负责任的人 不负责任 然后交际的一个层面里面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 不是很擅长 好吧 我们从第一场讲起来 第一场她回来 坐公车回来 然后走过那边 然后碰到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那两个人是认识的 这个女的开车 她说上来上来 大家心情不好 那我们一起到山上去 这个女的主动 邀你到上面去 那你有什么没有话 跟她说 这个女的当然是希望 你跟她讲话 聊聊天啊等等 可是耶稣屋不会做的 所以你 你坐你的 两个人就坐着 我看你 是连看 都不看对方的 都没有看对方 所以后面 只好用手机 把两个人分开 然后你看她坐在 坐在那个地方 就隔着那个 看着那个女的 走来走去 就这样子而已啊 她用了几个镜头里面 非常非常疏离 所以由这里来去显现 约瑟户里面的一种性格 所以她为什么要追 自我追索 其实年轻人里面 非常轻视 生命的一种过程当中 里面非常轻视 但并不表示说 这是她永远的一种人生 不是如此的 所以约瑟户里面 很努力的 其实她非常努力 想在这个人生当中 里面去走出 属于她自己的一样的道路 那么她当时里面认为 她应该唯一能做的 或者她最兴趣的 当什么 当诗人 所以她急急盈盈的 要把那个老师里面 一直把她管 把她看得很紧 跟她一起喝酒 结果最后那一首诗出现 所以她以为 在当下里面她以为 她应该就是一位诗人 如果照理说 这第二集里面 是火定的第一集 因为第一集 她是一位诗人 她最后还得奖 不是什么 她还曾经得过一个 什么样的奖 妈妈里面虽然没有 跟她住在一起 可是第一集的时候 她还把那个 因为有灯报 灯报 妈妈还特别把 那个简报贴在哪里 冰箱上面 所以妈妈都已经死掉了 这个冰箱上面的贴纸还在了 所以里面也有一个重叠的 重叠的就是 妈妈有告诉她说 原来你在诗里面去 呈现了你的内在的一种看法 原来你对那个谁啊 那女儿很有兴趣 那个女儿怎么样 还很小 还很小 你从哪里知道 乱看 你从哪里有这样 果然最后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看的时候 上次上个月看的那个卵 不就是这样的吗 她介绍的那个远亲的 那个亲戚的女儿 就是比她年轻很多嘛 所以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其他很多都没关联 都没有关联 所以这个导演说 约瑟湖三部曲 你可以单独 独立于一个故事里面去看待 但你不一定要把它串联起来 你要串联也可以 不串联也可以 所以他说 你不一定是要把它当作三部曲 可是一般人都当作约瑟湖三部曲 所以在这边最后约瑟湖里面 再去看她的朋友 她朋友也会写诗啊 那朋友写诗 她说你帮我打字 连打字都没打字 你帮我打字 然后寄给另外一家书看 或许她能够怎么样 有机会的话 能够刊登出来 那不是最好吗 在当时约瑟湖里面 怎么看待她朋友 因为那个时候她自得一毛 我的诗集都已经登出来 所以换 然后你的呢 看啊你这一身打扮 全身泥泞不堪 穿着雨鞋 戴着一点帽子 那我呢 我不一样啊 我现在是一位诗人 这是她自己的认知 而到最后的话 她因为经过这一场的历练之后 中间跟妈妈怎么样子 努力的要寻同 妈妈彼此之间的一种认同 那其实是很显然 有很多的一种事件里面 是让两个人是越比越有 所以到最后的我们看第一集的时候 那个妈妈跟她是非常非常分的非常非常遥远 故事里面大概就是这样 她没有故事 这里面基本上没有故事 所以我说她的主题只有两条 一种是生命 年轻人的生命当中的自我追寻 很努力的自我追寻 当然找不到答案了 凭着几个事件里面就能找到答案 那是不可能 不过那是过程 我们几乎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很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 未来有很多的想法 我就是要当什么诗人 什么什么 那如果只要有一个 什么东西里面有一种表现 那神气的不得了 就可以家里面这边带一本 那这边送你 等等等等 我现在我现在就是 你做了很多事情 没错 我做了很多 就是登出一篇诗节 你看还没有登出来 也有四处跑去问 连邮局都要冲进去 就看看有没有 你有没有骗我 他认为应该是有的 所以这就是说年轻人 有一点点不太懂事 但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焦躁不安 我想这是一种特质 而妈妈的在这个年纪当中 还有说她不负责人的地方 里面就是那一辆汽车 那一辆叫做机车 那辆机车里面 你想想看 妈妈会认识她 也是约瑟夫堪行 是不是 就是说她机车里面 那个会漏气 你就不帮她修 结果妈妈自己去灌气的时候 她就会打气 她就认识这个站长 是不是 这个就是约瑟夫里面 自己做的 这也没办法 我以免就是本来就是如此 你也不能说妈妈里面 永远都不要去嫁人 所以这将来里面 我认为那是一种必然 是一种必然 而且她也没有谈态 所以后面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里面 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她制造了一个 非常诡异的一个建筑 意思是说 这边是在盖大楼的 盖大楼 那请问她们消失在哪里 到底去哪里 不知道 这由各位里面去想象 那当然 她不容易找 一次不容易找 那是因为 真的就是那么多的一种空间 你怎么去找 难道你一间一大楼 里面一间一间去找 那是不可能 所以那是制造一种所谓的 影像上面里面画面的一种诡异 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深入其中 那么后面这个就比较容易找 因为再怎么宽阔 你怎么躲 这湖边里面怎么找 那一定可以找到 但是问题是 就没看到妈妈 就没看到妈妈 妈妈到底跑到哪里去 这个就不重要了 就不重要 她说第一次看到 那你就跟我妈妈在一起 那就是你 那我就有机会 因为有一颗石头 预备把它砸掉 那个镜头里面 哪有站这样 没看到 后面没有看到人 这个是比较鬼 不过那一场戏 最重要的就是 那一颗石头 还有那一条雨 所以圆石屋里面并不见得是一个相当负责任 那妈妈呢 妈妈真的就很负责任吗 妈妈陷入到那个爱情里面的时候 就也忘了卖牛奶了 所以她说我去 我去伊斯坏的时候 我去伊斯坏的时候 那你有几户人家 你要去 妈妈那个时候 陷入到甜美的爱情当中 都没去 所以那几户人家就很生气 很生气就说 牛奶要天天送 你爱送就送 你不送 好几天都不送 所以她去大概两三天 两三天里面都没有送 人家就很生气 因为牛奶他们都很新鲜 注意啊 他们都大概到 比较没有冰箱嘛 那个天气里面 大概也不太 不会说很快就坏掉 所以后面 那就很生气 那越时候当然就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生气 所以她会 羊天蝎 其实就是上次你们 我们没看 所以看到第一集 第二集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莫名其妙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后面 要看到第三集的 谁才知道 这羊天蝎里面是谁 是爸爸 爸爸里面遗传给她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看起来就是 约瑟湖里面的三部群 这里面里面大概 很简单的 大概就把这些 一下子就把她的 那个故事里面讲 因为她没有故事 她本身就没有故事 那不如说 各位里面看看 哪一个镜头里面 你看不太懂 你不太懂的话 我们来就把这个镜头 当中里面 我来做一种诠释 就各位里面来发问好了 来看看各位 哪个镜头里面看不懂 这个影片里面 有些意识形态里面 不太懂 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